台中物条券又来了 民众以100元现金换取200元物条券 等于打对折 首播将发放35万份 再新增35个场域 为了响应援助花莲镇后经济 特地规划提供1200份花莲专区物条券 邀请花莲业者来台中 摆摊贩售花莲的商品 青年度还加入了观光工厂 让物条券不只可以吃东西 也能够玩得尽兴 去年台中办理三波物条券发放 每一次都大排长龙 民众排排排队伍绵延 以100元现金换取200元物条券 等于打对折 今年度物条券又来了 首播将发放35万份 再新增35个场域 请启动 物条券不只市民喜爱 外现市民众也慕名而来 为了响应援助花莲镇后经济 还提供1200份花莲专区物条券 邀请花莲业者到台中摆摊 贩售花莲商品 不只这样 今年还加了观光工厂 让你有得吃也有得玩 他拿100块钱换200块钱 他感觉钱变大了 钱变多了 有些店家还加码送 像是玩东商号 消费一张物条券 再加20到80元不等的价位 可以购买280到340元商品 大甲商圈预方食品 推出一包200元的红烧猪排 买一送一 逗逢甲观光夜市也能使用物条券 店家摩拳擦掌抢商机 民众也乐得抢便宜 记者陈妍仪 林佳明 台中某道